中國政策的首席顧問 余茂春老師過去當我們在節目當中 也很多時候引用了他許多的一些觀點 跟談話的部分做一些改變 他的確也定出了有關美國 對於中共 中國的這些政策的一些基調 老師你怎麼看待後來的 這整個川普政策的一些調整改變呢 這個調整改變是 確實和余茂春的作用分不開的 余茂春曾經是美國海軍學院 東亞和軍事史教授 他在川普政府期間擔任了美國國務院 國務卿政策規劃辦公室 中國政策規劃首席顧問 這是他的正式頭銜 他是中國大陸的留學留美學生當中 進入美國國務院高層 對華政策的核心圈的第一個人 所以他在川普政府的美國 對中共政策方面提出了不少參考意見 現在他是哈德森研究所的高級研究員 和這個斯坦福大學那個 胡佛研究所的客座研究員 那麼中共的外宣官媒是這樣看的 他們說用中共的話語說 美國制定的反華策略背後 多出自一名華裔學者之手 這指的就是余茂春 那麼從中共的評論上我們也可以知道 余茂春大概確實做了不少貢獻 余茂春是生於中國大陸的安徽 生長於重慶 1979年考進天津的南開大學歷史系 畢業以後是1985年到美國 Pennsylvania州的這個 Sworthmore College去念碩士的 然後再到加州大學這個UC Berkeley分校 在那裡念博士 那麼中共1989年鎮壓民主運動的時候 它是在參加了中國流行 在海外組織的這個 支持民主運動的活動 他1994年獲得了加州大學 Berkeley分校的這個歷史學博士之後 就進入了美國海軍學院任教 這個美國海軍學院的正式名稱 叫做United States Naval Academy 他是在馬里蘭州的安納波羅斯 就相當 他的這個學校 相當於台灣的海軍官校 他是美國海軍和美國海軍陸戰隊 基層軍官的本科教育學校 美國海軍學院所設立的專業當中 有一個是歷史學 那麼這個專業的學生必須學美國海軍史 世界地區史就是要在西方 亞洲和中東這三個方面中選一種 地區的歷史 再來就是要學西方在現代世界的位置 這樣三大方面的課程 而余茂春就是教東亞史和軍事史的 余茂春在海軍學院的學生當中 很多人畢業以後 因為他們是學歷史 是文官 所以很多人畢業以後 就到五角大樓的美國國防部 下屬的海軍作戰部工作 海軍部是主管海軍軍政業務的機構 所以余茂春和華府的美國決策機構 一直有一些聯繫 他的學生對他是很尊重的 川普總統上台以後 2017年開始余茂春就進入了川普政府 擔任了美國國務卿 彭培奧的首席中國政策和規劃顧問 所以他對川普的對華政策 產生了重要的影響 余茂春在美國國務院大樓裡 離彭培奧的辦公室只隔幾步 那麼剛才我前面提到 川普總統下台以後 余茂春就加入了智庫 哈德斯研究所 余茂春的這個思想是怎麼樣 一步一步的這個轉變 他本人是這麼介紹 他說他在這個UC Berkeley 就加州大學 Berkeley分校念博士的時候 那裡的極左派氛圍讓他意識到說 有很多極左派的人士活躍在校園裡 而這些人對東歐的共產黨陣營垮台 是很不高興的 余茂春對這種氛圍非常不滿 他講過在採訪裡說 我覺得那對我的思想有很大的影響 很多從共產主義極權專制裡生活過 逃到美國呼吸自由空氣的人士 都比較認同美國的保守主義 尤其是反共的這些人士的主張 美國的一個很大的危險就是 讓那些認不清美國政治制度 優越性的左派人士當選 是非常不幸的 後來這個余茂春在接受 希望之聲的採訪當中 他也提到說蓬佩奧跟他的關係特別好 彼此之間沒有什麼遮攔 他說我是他的參謀 他有什麼事情也親共下問 他說在美國的高層圈子裡 有一個在中國大陸生活過 思想轉變了的對中國政治文化 有切身經歷或者有一定研究的人 這樣人不多的 所以他說他可以在很多方面 用比較權威的聲音來發表一些意見 那麼他的意見很榮幸的也被很多人採納了 尤其是國務卿還有白宮的一些高級人員 他們都比較重視余茂春的講話 余茂春總結的這個川普政府的對話政策 他認為是與時舉進 是原則性的現實主義 就是所謂的Principal Reality 主要是包含三大理念 第一點是拋棄打中國牌 第二點是拋棄以接觸為中心 就是engagement 這是克林頓的口號 第三點是認清中共不等於中國人民 那麼這裡講的拋棄打中國牌 指的是說要放棄尼克松政府 幾十年以來的策略 明確中國是美國國家安全的最大威脅 把對華政策置於美國外交政策中的 核心位置 那麼拋棄以接觸為中心講的是說 原先美國政府的對華政策 並沒有改變中國 卻使得中共產生了改變美國 和全世界的意圖 他說美國如果繼續要採取 求同存異的方針 會導致美國常常為了經濟利益上的同 而犧牲了注入人權社會制度 政治制度這些普世價值上的異 那麼第三個提到的認清 中共不等於中國人民 就是把中共和中國人民 兩個概念做出區分 跟中國政府接觸是一回事 與中國人民接觸又是另一回事 余茂春還認為說 這個川普政府的對華政策 基於對中共政策本政權 就是中共政權本質的認識 是這樣來做出來的 基本上他認為這個川普政策 川普政府的對華政策 已經不可逆轉了 他覺得這個川普政府的 這個對華政策的前提和理念 就是說對中共不表示信任 雙方要對等 形勢以結果為導向 而且還要坦誠透明 這個就是和80年代 美蘇冷戰時候 美國對蘇聯是採取叫做 信任在核時 就是我先相信你 然後事後我再核查看你講的 做到沒有 這是美國當年在美蘇冷戰 對蘇聯的策略 但是現在他說 因為中共在這個香港問題 國內人權問題 南海等等 一系列問題上基本上都是不誠實的 因此針對中共採取不信任 要核實這樣一個策略 就是川普政府確定的原則 就是對中共不能信任 必須核查 就是distrust and verify 那麼由於中共根本不想解決問題 這個這是余望春的話 就是他說中共根本不想解決問題 主要是採取拖延時間 大事化小 小事化療 實際上根本什麼問題都沒解決 所以他說美國當時的對華政策 是必須以結果為中心 要避免那些容長而毫無意義的對話 我們看到拜登上任以後 又開始了一系列對話 對話的結果最後都是容長而毫無意義 證明了川普政府的政策是完全正確的 現在是有一個誤聽在一系列對話